大家好 欢迎收听一话一话 我是老杨 我是另一位主播 今天不再是牛胖子了 今天不是了 今天尽量不说牛胖子 好的 把裤子放一放 被你种草了 这个裤子 我也开始看起来 感受到任何的能量 非常的有火力 是吧 Y2K的能量 Y2K的能量 对 你还别说 最近我们聊夏天 聊到小时候的夏天 可能说是裤子的Y2K带来的回忆 我觉得有点 是吧 我觉得至少你说起这个话题 可能有点关系 看到他们的装造 整个视角 对 包括MV的设计那种感觉 对的 反正现在是夏天 我现在气压很低 因为天太热了 对 天太热了 我就是咱们以前节目也说过 稍微可能聊过一点什么天气 气象 气象变化 把这种话题 可能碰过一点 反正就来了 是吧 都来了 全球暖化迭加埃尔尼诺 是吧 伟大的结合 感觉迭加好多buff 别讲了 要了命了 对 反正我们是没有晚年的 没有晚年 不是 不是有 可能有 可能不容易安度了 是 是 是 今年气候是比较极端的 晚年可能有 但是是不是幸福的晚年 就不知道 不知道 很难讲 对 但反正现在是 整个气象环境 天气还是比较极端的 各个地方 有各个地方的极端 大家就是把自己的 小环境处理好 身体尽量调整好 大概是这样 该吃冰棍吃冰棍 该吃冰西瓜吃冰西瓜 听着倒是有点幸福感 突然 对 必须这种严苛天气 必须自己给自己 增加点幸福感 是 从渣北过来到虹口 这个 就是 路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 到了就没力气了 身体内的元气 已经被太阳蒸发掉了 是的 好的 因为大家爱惜自己 调整好身体 注意应对气候和气温 天气的变化 尽可能为气候 稍微做出一点点 自己的贡献 是吧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 把空调开大一点 空调不要开到 26度以上 以下 稍微减少点 气候暖化 是 其实像这么极端的天气 大家都应该放假了 是吧 就是放假是最好的环保 对 那天你提这个 我就非常的赞同 少工作 少消耗 少耗能 少继续给这个 整个环境增加 多余的热量 对 本来这个身体上 这个工作效率也不高 还不如放假 是的 好的 我们就准备开始 试图又开始绵延式的录音了 因为过一阵 我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休息 调整的一个阶段 是吧 杨老师要去日本了 对 我也可以趁机 不知道 休息一下 是 所以就最近先绵延式聊天 聊些话题 对的 今天就续一下 之前有一个话题 好像一直没聊的 是我们在看 不是我们了 是在你的电影节之前 对吧 是 咱俩去看的 教授的这个电影 竟然翻译翻成杰作 杰作 我还查了一下 这个OPUS 对吧 我不知道什么语种的这个词源是哪里来的 反正应该是 现在已经是变为音乐领域 可能经典音乐领域 用来指代作品的这么个名字 这个一个专有名词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有点介意这个中文译名 就显得我们的萨卡摩托 他比较自大 把最终的作品录下来了 叫个节作 好像还没有那么自大 他本身本意是他留下来的作品 artistic work especially one on a large scale 就比较大规模的一个作品 separated composition set of code 拉丁语 是拉丁语 就是work的意思 好像 OPUS anyway 好不玩这个词语 OPUS 就作品其实 对吧 刘一齐的作品 是 然后 反正我们就去看了呗 这个就感觉是 一定得看吧 好像 对 一定得看 嗯 是在看了IHK的那个纪录片之后去看 嗯 没错 嗯 然后我们去的是 当时是你挑选了这个 呃 影院 是去的那个上海影城 是吧 对 因为你说这个 那边是音响效果比较好的协会 也不是说音响效果比较好一点 它就是一个杜比全景声影厅吧 对 杜比全景声 嗯 可能是 现在上海 最好的杜比 杜比全景声影厅可能 对 所以说嘛 就跟你去看电影就比较好 你就会 你比较细 你就会挑这些这种地方 啊 因为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呃 刘一齐这个片子音乐的确是很重要 声音还蛮重要的 嗯 但你要不说我 我肯定就随便在家门口就开了一下 啊 因为你看他海报嘛 他也会强调他这个 整个影片的 嗯 怎么说呢 这个输出的格式输出的标准之类的 嗯 我强调视觉可能有些 哪些标准 还不是IMX 什么什么什么 Cini Cini 什么 我忘记了 视觉的标准我没太注意 反正声音上的标准是比较强调这个杜比全景声的 对 那么我就想就还是找全景声听看了 嗯 全景声听好像我也没找到几个 就是反正找下来就觉得应该是那个什么的就是装修后的上海影城好像是最好的 嗯 嗯 又新又大 对 又新又大 嗯 而且新嘛 他可能就是 在整个的 执行的这个杜比全景声标准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可能会更新一点的版本之类的吧 我猜测了 反正应该不差了 是的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选了这个上海影城 嗯 上海影城也好久没去了 是 嗯 我们俩都是应该是他装修完第一次去 对的 嗯 所以有有有一点吃惊 就那个大厅好宽广 好宽广 对 我还依然记着他以前的样子 嗯 哎呀 装完了以后 那个大厅让我想起多少让我想起了改改建后的就是 从上海美术馆改建为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那个那个地方 嗯 又新又大 嗯 从建筑的角度我就不评价了 反正现在大厅是基本是空着没什么用 是 是 几乎是 嗯 这个使用率实在是有点低 我觉得 嗯 对 就一个小摊头 约等于没再使用 对 嗯 其实之前刘依奇的这个纪录片都没太聊 嗯 如果我要反向的说的话 就是看完了教授的这个 电影 这个 Opus 这个作品 这个电影之后 我就不太听教授了 哦 是吧 嗯 我要我要试着怎么说 这不叫阶段反应了 但我有点阶段 嗯 对的 嗯 为什么阶段呢 这个就要从这个刘依奇的NHK的纪录片说起了 哦 这个刘依奇的NHK纪录片吧 对吧 嗯 这叫什么 萨卡巴摩托刘依奇最后的日子吧 最后的日子 对 日文写的是最期的什么是吧 嗯 嗯 怎么说好呢 这蛮感动的 是一个看着他离开的过程 对的 嗯 就很多的细节了 很多的细节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过了一阵子了 所以 跟刚看完 有能力复数是不太一样的 是 但还是很佩服 嗯 这个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 非常重要的决定吧 嗯 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呢 他就把这个癌症治疗的药就停了 是的 因为那个药啊 会产生 我不知道是四肢还是怎样 还是个单纯是手的这种疼痛 嗯 所以就非常影响他 弹奏音乐之类的 嗯 所以就把药停了 那药还是不是还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那个手指会颜色会变深之类的 嗯 好像是的 就反正其实我记得他那个书里也写到过 嗯 就是嗯 还有多少 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员深起的也写到 就是 其实他在第二次患病之后 无论是治疗 前期的开刀之后 还是后来的那个 吃各种药的治疗 就是使得他产生了各种副作用 嗯 包括什么善望症啊 什么的 然后包括你刚才说的 手手啊 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啊 嗯 使得他的这种身体反应 让他就是 怎么说 嗯 在那个期间就是开始开始重新去考虑 这个治疗对他的意义 嗯 所以他最后选择放弃这个药物的治疗 也是他 那个时候书里也提到 他对于所谓的生死观有一些改 看法的改变 就是他可能还是觉得 以一个更自然的方式面对死亡会比较好 嗯 嗯 所以他最后就是 嗯 在那个基督片里看到他最后有一段时间也也搬回家去住了嘛 嗯 我也不太说的好 就是那种 我觉得看了那个片感觉就是很复杂性 对 就有感动 嗯 也有佩服你说的 然后 就是看一个人解决一个每个人都要解决的难题嘛 对 就是我有一种想要跟他做个告别 但是又好像做不了的那种感觉 我谢谢你 太好了 你基本要把我下面要说的说出来了 嗯 对 就是那个纪录片里截取了还是 就总体上没有显示出 就是看不出他是一个抽象了 我靠就看不出他是一个生活的弱者 是吧 嗯 看不出来 嗯 对 虽然身体是有点憔悴 然后很消瘦 但是那种生活的 面对生活的态度还是让人觉得很积极 嗯 应该说他 嗯 也是很幸运的吧 他自己也说自己很幸运 嗯 都有一些什么陪伴着他 我都忘了 除了铃铛啊 有些什么 有些音乐啊 还是有些 还是有电影 还有书 还有什么 嗯 这些都有 嗯 我觉得是说 他的最后 有 对他来说最最重要的人 比如说他的家人 嗯 他的三个孩子 嗯 然后有他的工作伙伴 嗯 然后和他一起 呃 去 怎么说 嗯 一起工作过的这个 这个作为的东北青年交响乐团 嗯 通过视频的互动 嗯 然后当然也有他 嗯 也有音乐 电影 嗯 书籍 这些文艺作品 陪伴他 嗯 然后还有一些 很更加生活细节的 像是刚才你说到铃铛也好啊 或者是周围环境的声音也好啊 这些 对他来说 都是 嗯 对他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音乐人来说 是 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嗯 可能普通人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环境声音 但是对他说 可能是会影响他情绪的一个东西 嗯 嗯 就这些东西都 陪伴着他 嗯 然后我觉得整个片子里面 也还有个让我特别感动的 或者说特别佩服他的 就是 就是在他最后那个 这么 短的时间里面 他真的就像你说的 很享受他的 呃 时间 嗯 所以在片子里 我印象很深的是 他的喜怒哀乐 在整个片子都有呈现 嗯 他有时候笑得像个孩子一样 嗯 然后还会跳 为了缓解自己的情绪 他会跳一些很奇怪的舞蹈 是吧 蹦迪舞蹈 对 然后也有听到那个音乐以后 特别感动 感动到流泪 嗯 然后也有 也有听着小铃铛 很 很惬意的 那个状态 嗯 就各种状态 就是他在最后 实际 人生的最后 依然享受他的 每一个这个时刻 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厉害 我觉得呢 这么说 就是 是有艺术陪伴他的 爱 是我爱 陪伴他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太好了 总结太好了 把我逼巴 说一些 总结神之两点 非常好 聊天就是这样 对 但不是说这个这个艺术东西 他多高多低多出向 而是说他确实享受这个东西 他在里面体会到了丰富的这种情绪 嗯 这种情绪呢 是存在主义的情绪 对吧 就是你有情绪 你存在吗 他的生命好像才有意义吗 是不是 是 嗯 对 然后陪伴他的那些人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这个 他的他的经纪人 是吧 他的经纪人 他的partner 也是他的partner 嗯 对 他的他的亲密的 亲密的办理之类的 嗯 嗯 对 就很好 他书里也写到了 是 嗯 我就觉得 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找到了那种 天真恋爱的一些感觉 是 我觉得嗯 非常棒 嗯 所以我就说 他是很幸运的 嗯 嗯 挺好的 然后 如果没有悲伤的情绪的话 就是音乐陪伴他 走在最后 走到了最后嘛 嗯 是 这叫什么 弥留之际啊 弥留之际啊 还手上 还有 还有旋律的那种感觉 嗯 对 那个真的看得挺感动 嗯 对的 嗯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教科书 但也是 也是 是怎么说呢 嗯 就是说到 说到你说的这个 呃 好像是一次告别的这种感觉 哈 哎 我其实这 这 这期节目的标题 我都起好了 叫一次失败的告别 哦 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哎 本来这个纪录片看完了 嗯 觉得 嗯 如果说这个人生有句号哈 嗯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萨卡摩托刘伊奇 这个句号画的还是 还 还是可以的 嗯 嗯 就是 从纪录片里看 充 充满了很多美好的元素 哎 充满了爱和勇气 嗯 之类的东西 嗯 反正是比较美好的 虽然他是一次告别 对 然后就是 就说 就是 有这个电影这件事吗 啊 我不知道你对电影有啥期待 因为那纪录片都看完了 说期待的话 也并没有太大的期待 嗯 我只是想说 能在影院的这个环境里去 再一次回味一下他最后的那场演出 嗯 嗯 大概是这个感觉 嗯 对 你呢 你是有期待吗 我 我现在 我现在其实反而有点恍惚 这个电影里啊 嗯 记录的这些乐曲啊 是不是我当时就是 看的他最后一次 这个所谓的线线上 线上录播的这个 嗯 这个演出 嗯 嗯 我也没去对曲木丹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啊 嗯 还是他 分两次录的 还是其实就是录了这一次 然后 一次是在线上播的 嗯 然后一次是 剪辑后进电影院的 嗯 我有点不确定 嗯 嗯 也不重要 不重要的点是对我来说 他的时间线出现在最后了 出现在的纪录片之后嘛 嗯 我的期待就是啊 这可能是 嗯 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告别 我大概的期待是这样的 明白 嗯 就是在看完他的纪录片之后 最后以他的音乐做一个 终章 终章 嗯 虽然终章的名字用过了 是 又终章了 嗯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 我看了一点 我就觉得我一定 我的这个企图可能就化为泡影 你能理解吗 反正我是最后看完是觉得 嗯 好像并没有告别成 的感觉 嗯 你的这个化为泡影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感受 就本来呢 纪录片呢 是 刘一齐 跟着他的音乐 幸福的没了 嗯 其实他看金勇小百合 那段我还挺开心的 虽然他都快哭了 还是已经哭了 就是看金勇小百合 在那个东北什么 那个青年 青年交往乐团 演出里金勇小百合念诗 念诗 我超喜欢金勇小百合的 那我们聊聊金勇小百合 好好跳回来 就说看着他这种 跟着音乐一起离开 在纪录片里 怎么 我去到一个那么大的影厅 杜比全景声是吧 清晰的一笔 不管是视觉还是听觉 那个人就那么活生生的 那个大 如此之大比例出在荧幕上 哎呦 就 很烦 就感觉完了 告别不了了 告别不了了 就是他那个活生生的倾向啊 被加强了 被加强了 确实有这感觉 我第一次看一个大个的 大个的啊 特大个的 刘一琪 还是那不知道 三五年前的电影节上 演那个大岛珠的 圣诞快乐劳洛斯先生 去看了 看的那是年轻时候的 大个的刘一琪 那会儿刘一琪还在 但是宝爷已经没了 所以当时的那个 整个字幕组还很贴心 在结尾 还有对博异的相关的信息啊 字幕里还缅怀了一下 还挺好的 哎呦 再看到大个的刘一琪 就是这次了 然后你说说 嗯 那种那种丰富的 大比例的活生生的细节 我说真的是 你是不想走 我知道了 是 那是不一样 就是因为你之前看的时候 看的那个大比例的刘一琪 是年轻时候 跟这次看他年老时候 那个也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是那个是扮演一个角色 那个也不是他的 对对对 那是个电影的角色 嗯 我理解了 就是本来是在纪录片里 是他刘一琪随着他的音乐 已经离开了 嗯 结果现在一个活生生的刘一琪回来了 对对对 对对 特别强烈 是是是 搞得我爱 真的是 嗯 确实是 你这么说 嗯 我刚才也说嘛 就是有一种告别 虽然讲告别 但没告别成的那种感觉 嗯 但你这个可能比我说那个更具体 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 比较抽象的情绪 嗯 就觉得哪里 嗯 有点 有点 嗯 複杂的心情 就是 又 又有点 悲伤 但是又有点觉得 哎 好像 还留了点什么 嗯 那种感觉 遗留了些东西在心里 嗯 哦 说 就说起 看电影这个事情啊 嗯 这个有的 有的观众啊 这个观影习惯特别的不好 这个要是在上海电影节的话 一定会被写进 那个上海电影节 时日谈 这个 嗯 这个观影 观影经历之怪现象 是 嗯 为什么有的人 这个 刚开场的时候掏住手机拍照 而且不关闪光 对吧 哈哈哈 别怕被人打死 怎么有你这样素质的 怎么有你这样素质的这种观影者呢 是是是是 嗯 没想到 啊 这是咋个事 尸首尸首 因为我的相机一般是 常年是那个 那个 关闪光灯的 嗯 不会开闪光灯 啊 这个 这 这不是你 你 现在啊 就在互联网上 评射就已经是 要被 要被这个 鞭榻致死的事情了 你还 你还开着闪光灯拍 你这不是 双 双重 找死吗 是是是 是什么 我本来只是想拍个片头而已 嗯 结果 没想到 闪光灯 没关 哎呀 我怎么认识你 这个人 哈哈哈 修持play 简直是 这个 这个呢 我要推卸下责任 嗯 就是 我觉得呢 这个 这是我们去的这个 上海影城 黑了 这么新 这么漂亮 还这么大的影院 上海一顶一了 一顶一了 嗯 绝对 我觉得那个 那个 那个 影厅里面的那个设施也很好 沙发啊 包括那些 其他的软件设备都很好 嗯 但是呢 当你走进这个影院的大厅呢 嗯 你不觉得是进了一个电影院 对 你以为进了一个 还没有完成的商场 是 招商没招好 对 就是没有商户的商场 哎 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黑了 为什么有一个 这个特别的感觉呢 除了那个 大厅过于 庞大 嗯 之外呢 就是 整个厅里面 你很少能看到跟电影相关的东西 是的 这个简直是让人有点意外 对的 就以前的影院 不管怎么样 他进门总有一个柜台吧 嗯 不管是卖票卖吃的是吧 那他柜台后面总会有些 目前在上映的海报吧 对 对吧 那总会有一些这种展示 使得在你进影院看电影前 先有一个电影的一个氛围 对 进入到一个非日常的空间里了 对了 这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 是的 这是把你先铺垫的情绪 带入到即将观影的状态 是的 但是这次去那个商场影城呢 哇 那灯光明亮的 嗯 空空大厅 亮亮的 嗯 就不是一个说是有一个 进入一个慢慢开始光线 开始昏暗 就走入到影厅里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就是他没有 这么重要的电影的海报 他都没有 对 找了一圈都没有 我也没办法拍一个 留个纪念是吧 我理解了 对 对我们这种比较俗的人的 总想跟这个刘一棋留个影嘛 对吧 所以没办法 我就想那 咱也不是不懂理人 知道也不能拍 但是忍不住 忍不住 里面咱肯定不会拍 就电影放映里 放映期间肯定不会开 那他刚开场 那个影院的那个字幕 出来的样子 我想一行留个影 是吧 然后就拍了 这叫爱的深沉 情难自已 是 情难自已 行 帮你找补一下 好好好 非常好 就怕货比货 你说咱们的电影院 你再说日本的电影院 不说了 我都不想比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基础都没有 差太远了 对 就别说纪念品什么的了 哎呦 真是 脏心 当然了 就是在上海影城 那个 就这个 刘一棋 这个 这个什么OPUS 首映第一天吧 这个观众 还是有些福利的 可能送了一些周边 之类的东西吧 周边 可能文件夹 还是特殊的 那个纸张的票样之类的 是有的 咱们不是第一天吗 就啥也没有 大概就这样吧 是 但是他既然坐着周边了 他可以继续卖了 在 我也是有点失望 就是他那柜台 没有东西 是的 我那个 上海定音节期间 是看的 哪一场 我忘了 是不是就是 看的 雅雅的那部戏的时候 那个电影院里 是有个小柜台 卖周边了 卖周边 但是他可能不是 他不是卖的那个 当时的那个 播放电影 或者是上影节 播放电影的周边 但是他至少有之前 我理解了 上映过的一些周边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还是缺少一些 这种体验吧 嗯 是比较缺的 对于 我觉得影迷的数量 咱这边也真的不算少 嗯 但是给影迷提供的 这种配套服务 还是有点少 是 我这次去看 那个上海定音节的时候 就看到有很多观众 他们应该算是 这个定音节的影迷 所以有很多人 就是会买那种票夹 官方的票夹 然后里面插了全 他们看票 我操厚厚厚一打 嗯 对 对 但是你想想 如果这样的观众 再提供他一些 他喜欢看的 这些电影的周边 海报也好啊 这种小册子 肯定很开心 是的 是的 这就是生活质量 嗯 幸福指数 都在细节里 是吗 说回这个观影习惯 嗯 对 就是除了有人 这竟然这个 开晃灯评设之外呢 就是 哈哈 有些这种啊 这种什么 白衬衫 这个 呃 西窟大哥 就不停的咳嗽之类 就是 就是很奇妙 就是 那咳的就感觉 咱们在参加一个 跟您领导的开会 哦 哈哈哈哈 真有点那气氛了 嗯 是吧 对 但人嘛 这个咳嗽嘛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控制 不容易控制 对 你如果确实有这个需要 不容易控制 我也能理解 对吧 对 嗯 怎么说 就还是比较打扰人的 嗯 像我这种啊 就是 非常克制自己的动作 尽量不要发出声音 因为那电耳声音 就是它约等于一个 钢琴读透 音乐会 对的 钢琴读透音乐会的这个 整个 这个 听觉氛围上 声音氛围上 是这样的 所以呢 是不适合咳嗽的 嗯 都不适合动 知道吗 谁动 拉出去 哈哈哈哈 不至于不至于 开玩笑的啊 给他勒了 哈哈哈哈 就是王八蛋 多缺勒是吧 嗯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咳嗽的确是不容易控制啊 但是就是 像我 我觉得 以我之前在日本看电影 或者之前在德国看电影的 那种礼仪来说的话 就是 嗯 如果是自己咳嗽 的确控制不了 而且他 感觉一直在会持续的话 嗯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为了不打扰别人呢 自己先退场 在外面咳一会 哎 咳熟再回来 再回来 或者到门口买个水 对吧 自己解决一下 解决一下 解决一下 这个状况 对对对 这样就 也不打扰别人 然后自己也能继续观影 是吧 就相互都好 这种 哎呀 我就是喜欢这个 有礼仪一点的 人民群众 就如果可以两三下 我觉得都没事 没事 大家都是能接受的 但如果你这个 整个一场 就持续在那儿咳 这就稍微有点 影响力有点大了 杀伤力非常大 这说明 有点不自知了 而且大哥 除了咳之外 还时不时的 刷手机 刷手机 对对对 手机还是相当的明亮 想起来 他还喝水 喝水是用那个茶缸 然后盖子 卡拉卡拉卡拉 是吧 哎呀 这期大哥吐槽节目 我们慢慢聊 对一个大哥 我们看的其实早场 那个杜比听的第一场早场 人很少 我本来期待是很安静 对没动静的一场 还没想到 对的 当时选早场也应该是有这个目的 对对对 结果大哥给你一些生活的气息 但怎么说呢 反正在国内看电影呢 就这种意外的情况呢 就还是经常会有 我觉得 对我不知道你看的那两场 电影节怎么样 恶不存在还不错 但是这个高木同学 这个场呢 就不是特别好 是吧 因为那这场呢 就是场子特别大 什么人都有 再加上呢 这场的戏本来也是 可能很多观众也觉得 它也不算是一个特别文艺片 就有点爱情清喜剧感 可能大家觉得 看的时候也会放松一些 我觉得放松一些 有反应是正常的 就是跟影片跟剧情 有呼应的一些反应 我觉得是OK的 不是是有一些 我甚至我作为旁边 就是有不止一对 这样的 就是有在影片当中 会有小声的这个交谈 交谈 但是因为离得很近 所以他虽然觉得自己是小声了 但是我觉得周围的人 应该还是都受到影响 是聊工作还是聊股票 聊电影吧 还是聊电影 那算不错了 算不错 对对对 我看到 还有聊股票的 这有点 我看到甚至有人 一边看电影一边加班了 我看他开着电脑干活 我要不要这么卷 这是干嘛来了 天哪 到电影院加班 那你就别来看了 我也想说 电影节也去过这么多年了 反正就是什么都见过 但是开着电脑 是干活的 我确实没见过 这是我这次在网上看到的 也是比较意外了 对 说到这个观影的礼仪 您继续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问你 就是你也看电影节那么久了 那么多年了 然后上海电影节 特别是 今年我去看 反正我看两场 基本上就是说 无论什么片 观影结束以后 大家都会鼓掌 多少是这样 对的 感觉都是这样 然后可能开始放字幕了 字幕完了 再叭唧叭唧 对对对 我说不好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哪里不对 您说说 就是那个 我觉得可能电影这个 媒介啊 就电影这个媒介 它不是舞台剧 就是如果是说 这个是个手印礼 然后有创作人员 结束以后进来 那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也是对创作者的尊重 但是如果就是没有的话 我觉得那种 就是结束以后鼓掌 我就觉得有点怪 哪里有点怪 我说不好 对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 对的 就是可能 可能是说 电影这种媒介 它可能还是 虽然是很多人一起 在一个公共场合看 但你看的那时候 其实是一个 非常个人的状态 我感觉可能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觉得是 什么感受 我理解你 有的时候 有的电影会在一些 会在一些时候 好像形成一个 这个很难讲 就是看的人 看的内容 它有时候会像一种 集体的一种行为 有时候是这样的 像有一些经典的重印 或者你比如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他我也不记得 可能是个修复版 当年 就是前些年 重新上的时候 像这种结尾 有人鼓掌 甚至这个 因为字幕组 有一些纪念性的 内容出现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理解的 我没有很介意 我觉得可能 还是个肚子问题 你是看了两场 大家都鼓掌吗 都鼓掌 我的当时的感受 可能 可能 可能冰口那部还好 但是 高木 高木这部呢 就感觉那个鼓掌 有点怪怪的 包括因为 大家看的时候 还有交谈 然后这个咳嗽声 就不说了 就是刺激比伏 我觉得你们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也没有表现出 对于作者 作者 多么尊重 但是最后 那个鼓掌 我就觉得有点 那里有点错位 那如果是同一群人的话 那就相当错位了 对对 那相当错位了 作为观影的中间 也没有说 特别多的那种 所谓的共鸣 比如说 大家在某一个地方 都笑了 或者这么 几乎也没有 然后就在最后 突然大家就开始鼓掌 还鼓好几次 那我觉得相当诡异了 那我觉得相当诡异了 可能就是因为习惯 而去鼓掌 并不是真的对 电影的创作者的尊重也好 或者是对电影本身的致敬也好 而且还有人提前退场的 然后退完了 在结束的时候 回来鼓个掌又多 不是剩下人 鼓掌 退回来再鼓掌 那也是蛮厉害的 那是坐坐到极点了 坐到极点了 就说 哎呦 车没打到 我先回来鼓掌 就没有那么爱看 还鼓掌已经够坐坐了 最极端就退了场 回来鼓掌再走 这个我理解你的感受的 电影这个东西 有时候还怎么说呢 还是挺直接的吧 就是如果那个剧情 到了一定的时候 那个能量啊 整个场 整个这一场的观众 都感受到的话 我觉得大家是感受得到的 然后到了结尾 如果有一些鼓掌之类的 这个表现啊 我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大家就刻了一场的瓜子 刻完了鼓个掌 我是不太理解的 对对对 行得很好 我觉得我看那个高雾的一场 就有点这感觉 那就是有点形式主义了 有点坐坐了 观影习惯就先说到这了 对 怎么就从流习惯了观影习惯来 那不还是批评你开始的 批评并理解你 那好吧 好好好 行我下次尽量克制自己 批评了一下这个上海影城 以后注意 先检查一下闪光灯再拍 对 所以这一次啊 我整个的这个观影的 或者欣赏这个音乐会的过程 挺复杂的 照动了很多能量 哎呦 就是看到这个大活人在那 是非常大的一个活人 真的蛮大的 大活人 然后很认真地在演奏 我怎么说呢 就一开始我有点 有点 那个进入不了状况 就因为这么大比例 看那个人没看过 有点有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然后他就已经很认真地开始谈了 但是我要说但是 哎呀 留一期还是留一期吧 我就是逐渐的就就发现 是那个人了 是那个人之后呢 我的这个情绪过程啊 我跟你讲 我简单的说 我的情绪过程就是 先陌生 然后感动 嗯 我先跟你说这个感动的点 是在哪里啊 就比较靠前面的 比较靠前面的 他谈到这个 托尼龙骨啊 嗯 托尼 他里面有一首 算是主题曲了 嗯 Solitude 嗯 基本上就可以 嗯 基本上就孤独孤单的意思吧 哦 我真的就是觉得 哇 好孤单的一个人 嗯 嗯 就是他的那个状态 我想起 想起书里的一些东西了 想起纪录片里的东西 然后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谈的时候 哎呦 那个那个情绪就有点爆 嗯 嗯 我就在这就开始慢慢哭 嗯 嗯 嗯 是 我们欣赏一会儿啊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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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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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离他很近 那种感觉就是反而加剧了一种比较悲伤的情绪 然后另外我还有记得印象又是比较深的 他有一个镜头 有好几次出现这样的镜头 就是说他坐在那个钢琴前 背后是有一个灯光 然后那个灯光就是有一些护明画像一个太阳一样 然后有的时候就他在弹道的时候 有起伏的时候就把那个光线遮住了 遮住之后他就有一个像是在背光下 感觉是把光线遮挡住了 他自己的身影把光线遮挡住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一下子感觉情绪上有点上了 哎呦我不愧是视觉动物 到底还是一个视觉动物 当然声音也很重要 就是因为这个视觉的同时搭配他的那种钢琴声 就觉得比较上进去 有我大概知道了 后面 就是这个solitude结束之后 后面的曲子逐渐呢 其实我没有期待一个这么孤单严肃的一个刘一琴的中曲 然后中间听 所以你原来期待的是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放松舒适的刘一琴 我不知道 我其实不好说 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但他给我的印象不是一个只有相对严肃一面的人吗 这个我理解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第一我就是看到中间的有一度 其实我睡着了 这个我们说的都是我也睡着了 我们俩都睡着了 睡得很舒适 很舒适 对的 所以整个这个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心理 我觉得整个心理过程起伏很大 很大很大 哎呀陌生要调动感情 然后开始困 对对对 睡然后醒过来 再次确认这些人还在谈什么的 之类的 嗯 他就是他给我印象 就是他有另一面 就是他有活跃活泼的 就是那一边 不是只有一个黑白的一个人的那一面吧 嗯 嗯 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好 就是反差感也是一样可以感人的嘛 是这样的 就是昨天还是前天了 我没事在那待着 我就 看了一会儿YouTube 闲着看了会儿YouTube 嗯 我其实很少看YouTube上的那种 嗯 音乐合集式的东西 嗯 什么是音乐合集 就有的人会按自己的趣味 把一些音乐做成做成一个 混剪 混剪 把几首歌剪到一个视频里 我就 我闲着我就打开了一个 我本来很少看了 我打开了一个 打开了一个呢 不小心的出现了什么呢 听过吗 听过 知道是什么吗 知道 怎么那么熟啊 就出现了刘一切 嗯 这就是刘一切 嗯 我也忘了 这片子叫新之声还叫什么了 反正就是 这是05年的 嗯 是影帝啊 就是刘乐幽迷啊 在演那个 世之愈合的 哦 打雷某西拉娜之后 呃 演的一个片子 其实不成功 嗯 就我印象里 这片子不成功 但是这个配乐 是刘一切做的 我当时 其实那05年 我对刘一切 其实印象不是很深 但这张我听了 我就很喜欢 嗯 然后这前两天 我就是瞎 瞎逛YouTube 听点音乐 听到了这个 我突然又好感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哎 就是啊 就是啊 明明有另一个留意期 对不对 嗯 所以是把你那个时候的 记忆给掉中起来 对 我就很难说 嗯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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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只有钢琴和他的状态 对但是他其实整个一生 我觉得他无论是音乐 还是他的人生都很丰富 就像他自己说的 自己就是已经很幸福了 该他能 他想做的和他能做的 他基本也都做了 他有想做的事情就很幸福 他去做了想做的事情 也很幸福对吧 而且能很忠实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这些事 对的 又有一些好的缘分了 然后 还有什么小细节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劳伦斯先生的那个主题曲了 对吧 最知名的世界的世界名曲 世界名曲 我想说世界名曲还真是世界名曲 那个一谈 怎么就那个 那个情绪就到位了 真是被 被刘依奇带着了 这几个乐剧 对的 挺厉害的 所以这种世界名曲 还是这种代表作 还是有它意义的 对 就代表作太厉害 而且就是说 代表作能成为代表作 是因为代表作有一种 不容争辩的音乐的说服力 或者控制力 对 控场能力很强 出现 就情绪就到了 对的 对 真的没办法 对 所以就之前 刘依奇跟其他很多创作者一样 都会比较排斥自己的代表作 想不想被画标签 但最后发现自己的代表作 对他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也没有排斥去 这个表演这首歌了 谁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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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通过上帝找到了你呢 对啊 而且他本来也是出自你之手啊 你不能否定他的存在啊 对吧 没有必要 因为大家喜欢你就讨厌自己了 我真希望我们的节目是这样的 慢慢来 吃争着心 好的 这个 刘依奇的所谓杰作这个电影啊 就是这种 一次失败的告别 大概的体验是这样的 看完真的感觉很奇怪 很难很难说清楚 看完之后 对 说实话 我们俩看完之后也没有太多的交流 我觉得反正我自己的角度来说 我是觉得 我还没办法 整理好自己看完的那个情绪 我也说不清楚 它是一种什么情绪 所以可能反而是放到现在来 能稍微在回顾的时候能看清楚一些 一点点 所以 有时候又 有时候会觉得刘依奇好坏啊 就最后搞这么一个大电影 有时候呢 又会觉得 哎呀 不容易 真是说我们错过了多少人了 比如说宝爷 比如说可以了 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人啊 反正有些人都没看到就没了呗 还有那个呀 老李啊 老李对 老李没看见也没了 所以就是 这个 他一个人跟钢琴这样 在大荧幕上 见一面 嗯 又好像也挺好的 也不容易了 是 没见过吗 没见过 没见过 哎 就 是一种矛盾的感觉呢 是 嗯 提醒着我们要珍惜东西啊 有得见面 须见面 对 是个新裤子远处要有就赶紧去看 哎呀 太懂了 哎 太懂了 前往不要等 对 不要等 不要意识自己的冲动 好的 有了命 我明白了 好的 反正刘一棋这话能说的差不多了 行 哎 我不知道你了 差不多了 嗯 我觉得就是我 你刚才树里的那个感受 跟我的感受基本是接近的 所以 就是 你这 咱们这样聊一下 你理下来 我觉得哎 好像跟我的那个感觉 就对上了 嗯 好呢 对 就是一种从 从 突然一下陌生 又到熟悉 然后 熟悉之后 又很享受到睡着 睡着 对 睡着是很重要的 然后醒来 他又还在 延续延绵 然后醒来没多久 然后到了后半上 就开始他的代表座 嗯 对的 把情绪拉上来 对的 嗯 对 就是整个感觉 看完以后 还是能量消耗蛮多的 对 还有一点就是 哎 细节会是想不完的 就还有一点 你知道 他是在一个比较衰弱的状态 下 对吧 嗯 在一个衰弱的状态下 调动能量 然后密集的 一个不到两小时的 这个时间出现 嗯 就 其实也 情绪也容易复杂 也很复杂 毕竟跟看小姑娘跳舞的 不一样 不一样 好吧 是 是 对 嗯 好的 大概就这样 行 今天的这个 这一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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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趴 这个 刘一齐的电影 嗯 杰作 嗯 就 差不多聊到这 嗯 估计 短时间 我们可以主动的 稍微放一放刘一齐 是 是 看缘分吧 说不定我们有机会 在日本看了刘一齐的 那个live的演出 什么的 还会有live演出 应该还会有 不是 是live吧 live 对 是吧 对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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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if还是ti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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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time的演出 对 嗯 毕竟是他跟那个 那个谁啊 高谷使郎 高谷使郎合作的嘛 嗯 他们这个项目还在继续上 对 所以还是有机会 啊 嗯 对 如果有机会 我们就还是 看了之后 说不定有分享了 再跟大家分享吧 好的 要开始换饼了 好的 再说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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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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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